五月天的音樂 那個南部看那些老百姓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慘了 從被質疑演唱會蹭五月天 到聲稱南部人很慘 引發南北論戰 近期更因為姐妹會活動 招來舞團裝扮成空姐跳熱舞 哀批物化女性 柯文哲爭議連環報 看在年輕人眼裡似乎很難挺下去 他硬拗的話就代表說 他們不想為這件事情去負責 不太好 應該要解釋清楚 而根據最新網路數據統計 柯文哲不只好感度 在藍綠白參選人中墊底 儘管網路聲量居三人之冠 但卻是負面聲量 佔多數高達十七萬則 像是蹭五月天 就有大約五千則負面聲量 神辰南部人過很慘 負面聲量更是達到巔峰 有一點四萬則 空姐應援團爭議 也有大約四千則負面聲量 整體統計負面聲量 足足比正面聲量多出四倍 得罪一群航空員 昨天館長又得罪一個漫畫迷 所以他不斷地在每天得罪人 年輕人尤其佔南北這件事情 尤其更是讓南部的年輕人 覺得不滿 而不只如此 就連鐵桿年輕科粉為主的 賴群組眾青團 也被四茶貓爆出 出現退群潮 光是這兩天 群組人數就從四百五十四人 減少到四百三十一人 而且這數字恐怕還會持續增加 有人在內部提出不同看法 還會被制止 聲稱不開放聊天 引罰不滿 甚至有人嗆瞎 這裡又不是一言堂 那麼多包 不交流 你怎麼知道說人家意見是什麼 柯文哲頻頻爆出爭議言論 不只負面聲量飆高 鐵桿青年族群 又爆出退群潮 對柯文哲的選情恐怕是雪上加霜 三水黃燕九號長台北 在那裏面加霜 我會這樣想請ties 對柯文哲的選 ros 感谢观看